我是在2021年2月28日 凌晨一点这样发生车祸的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也已经在病床上了 一个月多我才出院 因为我是一个人住 当时候我真的是不能走 也是有前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就是三餐不细的日子 过后我有一个好朋友 要他来看我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起死记 因为他的脚肿脏了 有流出那些农业 所以家里的地上 全部都是农业的这些痕迹 然后也非常有味道 脚肿脏了 好像大象的脚这样子 黄瑞欣的脚伤严重 医生建议截肢 但他不想失去一条腿 出院后一直躲在家 没有好好处理伤口 导致腿部的伤口越来越严重 黄瑞欣一开始并不相信 并不相信此际可以帮助他 但志工和社区医疗护士的真诚打动了黄瑞欣 除了每日上门为黄瑞欣清洗伤口 志工也努力说服黄瑞欣再次住院 接受治疗 妥善处理伤口 也在这段期间 上的种子开始萌芽 在我住院期间 国强师兄和赵森师兄 他们就拿慈祭的月刊给我看 就看到台湾的一位80岁的 90岁的一个老婆婆 回手指提什么来捐助 捐给慈祭做那个爱心基金 就是从那时起我也有一点感触 所以我就发愿说 我每个月一定要捐出一笔钱 来做慈祭的慈善基金 他有一个愿望 他是想说参与慈祭的活动 然后成为慈祭的一分子 然后也想去上课 然后跟我们一样一起走出来 去帮助更多的人 黄瑞欣有了新的人生目标 社区医疗护士和志工 安排他住进疗养院 希望他能有良好的居住环境 也被妥善照顾 能尽快站起来 因为他已经保持要两三年了 然后如果要给他重新站起来 是会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国庆师兄有进来 教他怎么去做副监 然后一直监视他怎样做 因为如果没有监视他 他就不做 他懒惰 你看他人大 他的那个脾气是小孩子脾气的 所以我们是带着很担心 担心他 然后我们是说希望说 他能跟我一起配合 然后他的病情 能够比较快速的康复 不管他的习气 给我们很大的考验 但是我们的那个信念 这个方向对的话 对我们来说难心能行的 志工决定把黄瑞欣转到北海社区 安顿在快乐之家疗养院 北海志工揭引他参与此季活动 让黄瑞欣的心灵逐渐被净化 良善的环境和持续的关怀 让善的种子茁壮成长 如今的黄瑞欣 上市好转 人也越来越开朗 不但亲自制作手写卡片 送给北海西圣中心的 医护人员和志工 也答应参与志工培训课程 把受到的爱回馈给社会 北海的菩萨有安排他们 去做那个环保 然后我们朝山御佛 那么今年那个我们 拜十八天的法华节 他没有去世 所以有可能在一系列 说他才能够真正的接触到上人的法 最终他的心念能够被净化 这一班志工还有医疗团队 不停地在鼓励我 不停地在帮助我 让我重找回那一个信心 也让我看见人间有爱 懂得感恩又知恩图报 黄瑞欣遇见慈悸 就像遇见幸运心 人生也多了无限可能 带新闻余少连 李佳莲 杜永耀 陈敏 马来西亚报道 多一份善念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远离灾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